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所要分享的第一段的圣经的话语 我们的题目就是不信怎么传呢 传福音不是要信吗 但是不信的人怎么传呢 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十六章 我们看十四到十八节 我也请你要打开你手上的圣经 我们来翻这段神的话语 我们来读这段话语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四到十八节 后来十一个门徒作息的时候 耶稣向他们显现 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 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被定罪 信的人必有神迹 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 赶鬼说心方言 手能拿舌 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这是多么棒的一段经文 但是这段经文我们要来思考的是 耶稣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对门徒说这句话呢 马可福音的作者说 说后来十一个门徒 你有没有发现他特别强调十一个门徒 他为什么不说后来我们这些门徒不就好了吗 他强调十一个门徒 显然这个心里面是有点难过的 因为少了谁啊 少了犹大 而且当他们作息的时候 一定也会想到耶稣 因为耶稣常常跟他们一起作息 而现在这个时候 似乎耶稣不在他们中间 因此这个心情啊 其实是很负面的 然而耶稣显现了 可是耶稣责备他们不信 因为他们心里刚硬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耶稣责备他们不信 他们不信不是因为软弱 反而是因为刚硬 我们常常觉得 哎呀我信不下去 我是因为信心软弱 可是耶稣不是这样看 耶稣看门徒说 你们不信 不信的原因是你们心里刚硬 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呢 然后耶稣讲了一句更有意思的话 竟然叫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这不信的人怎么去传福音呢 而后面圣经里面耶稣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不是传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是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这传的人 这传的人怎么样变成一个信的人呢 门徒本来是如此的软弱 也是心里面非常的挫败 而耶稣显现的时候 对他们说的话是你们心里刚硬 然后竟然叫他们去传 一群信心软弱的门徒 如何去传呢 而耶稣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 传的人怎么样变成信的人 一个不信的人怎么样去传呢 这就是这段经文很有意思的地方 耶稣要门徒去传 不是因为一去传就很顺利 一去传人家就信 刚好相反 你们去传的时候就必然会看见什么呢 如同经文所说的 鬼 鬼出现了 我想没有人不怕鬼 然后呢 再来十八节 蛇 蛇也出来了 你怕蛇吗 我相信这些都不是好东西 然后再来呢 毒物 有毒的东西 你怕吗 没有人不害怕喝了什么毒物 吃了什么有农药的东西 每个人都怕最后怎么样 病 病人来了 生病了 有病了 你就看见 耶稣的意思是 当门徒去传的时候 绝不是一帆风顺 绝不是一传人就信了 而是什么 鬼出来了 蛇出来了 毒物也有了 毒物也有了 病也有了 这什么意思 耶稣在告诉门徒 当你们去传的时候 这些事情都会发生 好了 那你只有两个选择 一 那我就不传了 我害怕 我不传了 或者是 第二 我必须靠着我的主来传 因为凡此 鬼 蛇 毒 病 都是人的力量 没有办法克服的 因此 你去传的时候 你遭遇到这些 你看到这些 才会让你体会到 你必须靠耶稣 你必须靠神 而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靠上帝 我们全心靠上帝 靠的不是自己 以至于圣灵 能够在我们的里面 做人所不能够做的事情 我们能够靠着圣灵 与我们同在 我们能够赶鬼 门徒能够靠着圣灵的大能 手能拿舌 门徒能够靠着主的名 喝了什么毒物 也不怕受害 门徒在看见病人的时候 敢奉主的名 为病人来祷告 这靠的是什么 都不是自己 靠的是神 因此 耶稣要他们去传 原来克服我们里面 不幸的软弱 不幸的刚硬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去 我们去传 我们去经历上帝 我们在很顺利的环境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经历神 我们很多时候 很多问题我们可以靠自己解决 上帝没有办法向我们显明祂的大能 因此 因此耶稣要门徒去传 当他们去传的时候 这些可怕的事情通通都来了 为的是什么 让门徒发现 我不靠神 我是寸步 我只有两个选择 要么我转头就走 我不传了 那也就没话说了 要么 我必须全心靠我的上帝 以至于软弱的门徒 能够赶鬼 能够拿蛇 吃了什么毒物 也不怕 手按病人 病人就会好了 这岂是软弱的门徒 有的能力呢 这全然是圣灵的大能 而圣灵的大能 如何彰显在人的身上 当人愿意奉主的名 愿意靠主去的时候 这些事情就会彰显在人的身上 以至于那个传的人 怎么样变成信的人 因为他亲身经历了上帝 经历上帝 是使鬼能够出来的神 经历上帝 是能够让一切的毒物 不能够伤害我们的神 经历上帝 甚至于是让死人 可以复活的神 因着这样子的经历 以至于门徒 成了信的人 这个信绝不是头脑的信 不是知识的信 今天很多属神的儿女 论知识 我们都有很多的知识 我们有大把的圣经知识 可是论能力 论信心 我们常常是用知识在回答 门徒 他们亲身跟过耶稣 他们看过耶稣 行神迹奇事 然而 当他们不去传的时候 他们仍然是如此的软弱 今天我们如果靠的是 圣经的知识 如果我们今天靠的是 自己的老练 自己的经验 我们一样 我们在传福音的事情上 或者我们在经历神的事情上 我们会非常的软弱 我们的信心 是非常软弱的 因此神要我们去经历它 我们去传 经历这些困难的事情 我们仰望我们的神 以至于我们经历了我们的神 我们才能够从传的人 变成信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 耶稣在门徒极其软弱的时候 却说了一句话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因为只有这个办法 能够治好门徒软弱的病 治好门徒刚硬的病 治好门徒不幸的病 我们也是一样 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面对我们生活当中 许许多多人力 没有办法克服的事情 我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 神要我们单单仰望它 经历它 求神带领 当耶稣差遣门徒 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 不是要他们都不准带钱包吗 都不准带任何东西吗 就这样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你一无可靠的时候 你只能靠上帝 如果你有的可靠到了中午要吃饭的时间了 你反正口袋里面有钱 你不会觉得你迫切需要上帝 因此耶稣要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 什么都不要带 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口袋里没钱 你必须仰望上帝 以至于传福音的人是一个仰望神的人 是因为神的缘故 使我们的传福音有能力 不是你有多少 恳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通过这段经文 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性的人 这个性不再是头脑 而是愿意跟随经历我们的神 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愿神赐福我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